在日本富士极乐园 刺激的游乐设施让游客欢笑不断 游客变多 游乐园收入增加 也准备帮所有员工加薪 今年日本春斗 劳资协商结果 企业加薪幅度渴望冲破5% 创33年来最大幅度 日本央行有望回为17年 宣布升息日股周一一度大涨超过1000点 新水增加有望刺激消费 企业也渴望让员工多加薪 但民众认为 薪水要涨得够多才有心情大买特买 一些小本生意人就说 根本感受不到景气好转 日本央行也有声音认为 薪资调涨状况不明 还不是结束宽松政策的时机 便宜日币时代是否告一段落 这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将给出明确答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